刚才跟各位讲有一种问就是问你说 你看到的是速度还是速率 你看到的是平均还是顺时 像这样的问题 来 契机车上面有一个时速表 它上面显示速度还是速率 是顺时还是平均 然后呢 我们告诉观众有限制 限制你的那个时速 这个限制是限制什么 超数照相被咔嚓拍张照片 还附一张照片给你 上面写说你开多快 那上面就出现又是什么东西 这样子OK 是速度还是速率 是平均还是顺时 第一个 那个时速表 马表上面所显示的是速度还是速率 9号 9 速度还是速率 速率 他上面只告诉你的时速是40公里还是60公里还是100公里 他并不牵扯到你是往东开还是往西开往南开 所以他只有大小没有方向 只有大小没有方向叫做速率 所以这个要做速率 那请问你他所显示的你那个马表上面所显示的是平均的速率还是顺时的速率 是平均还是顺时 他把我乱放了 26 顺时 请坐 他就是显示你现在开多快 你吹油门他就往上加了嘛 他就马上就往下减嘛 他显示的是你现在开的是多快 而不是说从家里到现在的平均有多快或怎么样 所以他显示是顺时速率 顺时速率 OK吗 简单 好了 高速公路上有告诉你说我的时速 限速90公里 限速100公里 限速110公里 他所限制你的 是限制你的平均值 还是限制你的顺时 他限制你的平均 还是限制你的顺时 6号 6号 顺时 他限制是你现在有到底有多快 或者说你随时随地都不可以超过这个 所以他限制是顺时 不然你要平均的话 我可以我前面卖你后面快一点 然后平均还是没有超过 不对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限制的是你的顺时的速率 顺时的速率 因为他也只有限制大小 没有限制方向 所以他是速率而不是速度 是你现在的快慢 所以他限制是顺时 或者说随时随地的快慢 所以他限制是顺时 而不是平均 那最后你超速的时候 被咔嚓照了一张照片 然后呢 告诉你说你现在开多快 然后呢 那那个 那个上面显示又是什么 为什么 平均还是顺时 平均还是顺时 来 22 也一样就是你那个 通过那个照相机的照相的时候 咔嚓一张照片 那个时间有多快 一样 他只有大小 没有方向 所以是速率 那个瞬间有多快 所以叫做 顺时速率 顺时速率 就是让各位再简单的 让你再清楚一次 什么叫速度 什么叫速率 什么叫平均 什么叫 顺时 那你可以发现 日常生活中 大部分都是所谓的速率 大部分都是速率 可是在物理的讨论的时候 我们会谈论的是所谓的速度 这就是我们让各位简单的做一些练习 OK OK